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图片分类的问题 图片分类在机器学习中应用还是非常广泛 而且也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案例 今天用到的数据集是Fashion M List 这个数据集是由一张张图片组成的 图片中包括衣服、裤子、裙子、T恤、鞋、包等等 而为什么选用这个数据集 而不选用M List M List就是手写字体 因为M List用的太多了 而且太简单 所有每一个初学者都会用到M List 而且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M List 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当时用Fashion M List创建一个模型 可以预测我们实际生活中某件衣服什么类型 本次项目主要分为八个部分 分别是参数设置、加载数据、数据增强、数据预处理 模型定义、模型评估 以及自定义服装图片识别 还有项目相接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参数设置主要包括图片的尺寸设置 比如图片的高和宽 我们设置为28 通道由于它是黑白照片 所以通道是唯一 还有训练过程中的一些设置 比如每次未给神经网络的图片张数 图样本数据的大小 如果你内存不太够的话可以设置小一点 还有它的迭代次数以及item的次数 这个item就是为了最后求一个平均 item的三句说明最后训练出四个模型 而这个参数是一个图片增强 下面是对它的标签进行一个罗列 生成一个列表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加载数据 加载数据主要采用TensorFlow的dataset TensorFlow的dataset它自带了类似的很多一些数据集 可以直接用load进行读取 可以看到它的训练集仓样本为6万张 测试集样本为1万张 第三步就是数据增强 我们都知道机器学习或者深度学习中 数据是最重要的 数据越多 往往它的模型就越准确 训练的模型就越好 所以采用数据增强的技术 可以更好的训练模型 经过数据增强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最后得到的效果就是 训练集达到了18万张 由于模型就在训练集上训练了 所以测试集没动还是1万张 然后下一部分模型的定义 图片尤其是图片的分乐问题 一般采用的是CNN 我们这里也采用CNN 在这里定义了一个函数创建模型 为什么定义这个函数 定义这个函数就是为了后续 我们调用这个模型做准备 下面就是它的模型结构 然后再下面就是模型的训练 这些就是训练过程 再下面就是模型评估 模型评估主要是以它的损失 只是作为标准来保存最余模型的 我们由于我们前面item设置了三 所以它有多个模型 这里用到的是一个平均的训练集和测试集 上面的损失值以及它的准确率 可以看到训练集上是96% 而验证集是95% 这个准确率已经特别高了 下面就是对它损失值以及准确度确定 以及绘制等等 以及模型的保存 下面使用单模型评估 选用的是第一个模型 然后绘制它的损失曲线以及准确率曲线 左边这个是准确率曲线 是稳步上升的 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几 而损失值是稳步下降的 显示随机样本的预测结果 分别显示了它的预测值以及它的真实值 绘制混淆举正 混淆举正可以计算出它的听确度 召回率等等 F1分数 听确度和召回率等等 而最后我们来用我们自己的图片来进行测试 要使用我们训练好的模型进行测试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模型结构 就是我们需要还原这个模型 这个案例保存的是HTF文件 这个文件包含的就是我们模型训练 最优模型的一些权重和参数 所以前面那个定义的模型结构就用到了 就可以很方便的把模型定义出来 再入我们的参数Model 就是我们还原的模型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所需要预测的图片长什么样子 可以看到第一个 这个上面对应的就是它的图片的名称 下面就是对应的图片 可以看到有裙子 有T恤 有包 等等 模型重建完毕 我们就需要输入我们的数据 要预测我们的数据 首先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图片变成神经网络可以读取的数据格式 这个数据预处理和前面是一致的 我们先要变成黑板 然后对每个像素进行标准化 除以255 最后得到的结果 一共有13张图片 有两张图片预测的出错了 第一个就是汉山 第七张图片 应该是T恤 他预测是汉山 还有第十张图片 应该是T恤 他预测为了裙子 这个模型在实际生活中的鲁帮性还不是特别好 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进行模型的训练 好那今天这个案例就到此结束 谢谢